那個男人回答執行長黃仁勳 持續連載他的美食地圖 30號來到砂鍋雞湯店大客雞湯 這回不只愛妻Rory 兒子女兒也又一起帶上 全家人出動超級溫馨 還打趣的說下次要帶我們一起吃 雞湯做好吃 吃多少 吃幾湯 你不要來過嗎 有啊 有啊 吃很開心 你來就拍定位 真的嗎 行程滿道真的沒時間回家向台南走走 畢竟台灣是黃仁勳口中全球AI中心 不只要好好跟供應鏈擺乾淨 也高喊對台灣的AI投資會持續擴大 我們在台灣的很多地方 當然是機構設計 系統軟體 建設系統 建設整個AI工廠 我們在做AI研究 研究研究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 很精彩的AI研究團隊 而外接關心 回答是不是會在台灣設立第二座AI研發中心 黃仁勳則親口回應 不排除會有第二座AI超級電腦機房 不只狂客美食投資台灣也不熟軟 黃仁勳真的是身體力行愛台灣 東森 蔡寧新聞 莊博翔葉子晶台北報導 中國在台灣也不熟練 黃仲 今大陸